台南是过去糖业发展的重镇 直到今天也还是充满各式点心的甜蜜之香 每个街头巷尾都藏着美味 但是时代不断前进 要找到小时候魂牵梦银的味道 并兼顾健康 还是要花点功夫 最主要是它出起来 不会太甜 然后有那个古早味的做法 小时候出这个东西 感觉现在出到就很回味 小时候那种口感 好像是比较纯粹的 用手工厨的那种 不像现在的这种饼干 酥香啊酥香 很符合我们老人 你吃的口味 他们是非常地主动 这些口味以外 和他们的材料以外 都符合 最清潔 卫生 和使用材料来做的 所以这些口味 让我们带去品尝看看 这些酥饼与核桃酥之所以 持家流香 源于洛老板在原料上的讲究 而这份讲究来自对家人的心意 也是对自己品味的坚持 因为结婚 进入家庭以后 我发现婚姻跟事业家庭 很难有办法兼顾 那刚好职场的时候的 职场压力有点大 身体有点不能负荷 那就休息了一阵子以后 我发现我不太适合再回去 这么高压的状态 那我就刚好对手作这方面 很有兴趣 刚好我喜欢做给小孩吃 小孩吃我的东西 能够放心健康 所以我就以此为出发点 去创作这个品牌 我们的用料是用一款叫做 极光的发酵奶油 它特殊的风味 我觉得它很适合 因为它很清淡 它不会特别的浓郁 奶香味也不会特别的强烈 但是我觉得就是 一切就是这么的刚刚好 那为了 现代人不喜欢吃太甜 所以我们还特别挑选了 日本的海藻汤 有效降低了它的甜度 那它们整体这样混合出来的 风味是一股很特殊的树柄 我会去挑选一些 比较让人家信任度 比较高的厂牌 比较在地化的企业 制造出来的 信任度比较高的食材 虽然可能它的售价 不是那么的清明 但是它的食安的问题 可以降低很多 让我可以放心地使用它 白礼挑衣的用料 让精心制作的糕点 散发温润香气 从小孩到老人 都难逃其魅力 于是一块酥饼 一壶茶 就是三五好友的快乐时光 这个核桃树 大部分我都是 找一些朋友 来泡下午茶 还是说晚上要散喝多 他们说 怎么做的比你吃海鲜得好 酥酥胖胖 所以他们来到我这吃下午茶 他们都爱吃 荷桃树 又有没有又带出来了 我说有有 我都买得出去了 你顿耶 像我爸爸 他今年九十五岁 他平常不是很喜欢吃甜的 但是我拿这个东西吃 他真的 他可以接受 可见这种东西真的是 还是老受咸语 对小朋友吃得很开心 一直吵着跟我说 妈妈我还可以拿去分同学吗 妈妈我同学今天有二十七个人 像我一样会去追寻我们 当初小时候那种味道的顾客 其实很多 像很多从对岸架过来的 他们就是说 这个跟我在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 也是一样的 从家人的需求出发 陆老板靠着好省意 漂亮平衡家庭与事业 符合现代人的传统点心 以密封包装 赏味其更长 也成了过节送礼的好选择 我曾经一天最高出货量一千多 基本上网路上我们有官网可以订购 那各大商城基本上也是可以看到 我们也都有上架 那实体通路的话 我们只在台南部分有实体通路 那希望大家能够来品尝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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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